第七、第八個禮拜 假日農夫做了些什麼? 首先之前搭球就轉了這個 透光的 遲些可能裡面就做些 士多啤梨苗在這裡 接著這裡做了些什麼呢? 大致上 設計差不多結束了 這個灑水器我教了凌晨5點 到晚上7點 就開的 不記得是5分鐘還是10分鐘 好像是10分鐘 為什麼選擇早上5點和晚上5點呢? 一來就避開了太陽 聚晨那段時間淋水是不好的 二來就避開了和別人用水那段時間 我試一次給大家看 現在動兩分鐘看看 這個效件一直滲滲 一直滲滲 這裡慢慢就會種些長眉波的果樹 例如福盆子 那 Powers 導致 positioned print 還趕一下,有棵椒在打招了 這棵,挺好,這裡有棵椒有棵椒 然後這一棵椒我就會用來繁殖草莓 遲些有七個八個品種,然後會慢慢加 這個是我專注的方向,草莓 我最終目標是希望種到一個品種,是香港一年四季都可以繁殖 你看到這裡一棵草莓,彈了一條出來 然後塞下去,找一些東西固定它,它就會在這裡生根 就算我這棵沒有淋水的話,它也會在這個地方斜些營養給它生根 有淋水當然好些,這些喉一直都在滴水 遲些找個鐵線或者什麼導勾,摘住它 讓它固定,不要動來動去 這裡種草莓 然後這裡種了一次用灑水的那些 分了兩邊 之前失敗了一件事,就是插下去 插下去,水向低流 然後一路一路在這個桶上慢慢流流 這些設計,原本是給一些老人院,拿水不好,沒有大工程 其實是一個獨立的,下面栽水栽養分,然後繃上去 然後給兩邊 現在有些有機營養液,喜歡有機種植的那些可以用有機營養液 然後番茄,這些番茄呢 就是鳥仔擔過來的,不是乞兒落種的 看看鳥仔擔過來的那些是什麼 好少有地見到,這次是有些大茄 大茄就是這隻,大大的茄 然後有些珍珠茄,串串茄那些 我家都收了幾吋,不過就不在這裡收 就放在廚房那裡,偶爾扔兩粒去 綠公仔麵,偶爾扔兩粒去綠公仔麵 這裡為什麼種茄子呢? 茄子是幾棵苗,不過死了兩棵 因為我有個朋友,他爸爸媽媽也想種茄子 好像都六七十歲,七八十歲 然後這裡有朋友想種青瓜,給他們種青瓜 因為我,現在是春種瓜果抽種菜 春天是應該種瓜果類的東西 青瓜那些適合季節 菜瓜可以再通菜,現菜那些 士多啤梨也不適合季節 不過我打算肉搖肉搖,遲些肉到裡面整個都是 這個方向來的 這裡又種西瓜,西瓜都容易種的 有陽光就可以了,西瓜其實不用多肥 有陽光就可以了 最好就有十二個小時的日照 還有西瓜本身的原種呢 即它的祖先是在非洲那裡 這裡整塊地基本上都是沙質地 沙質土羊,沙質土羊 適合種西瓜和根莖類的東西 其實也不錯 這裡 剛才不小心弄斷了番茄 我去年試過這個方法 我上網看,是否真的可以 切一條出來切一條出來 切一條出來,切一條 切一條出來切一條 切一條切切一條 切一條,方便入水 上面如果有花那些 記得拆掉它 二百多塊,不要太多 如果長一點就穩陣一點 因為沒有朋友不相信我 所以要試一次給他看 留濕潤的土地,掘個洞 放進去,有這麼深 然後隔壁就會爆根了 番茄很厲害 所以為什麼我種番茄 就沒有怎樣鬆下面的泥土 因為我上面追的泥土是肥的 但其他植物不可以 其他植物好像青瓜那些 記得鬆掉它 讓它在下面生根 所以番茄在我心目中 除了有菌 剛剛來的時候 就開始有招打 正確季節打 香港是全年都打到招 但最好的季節就是農曆三月四月左右 香港是招龍教 因為溫度正確 香港是招龍教 因為溫度正確 會打得特別多和特別長 秋冬天有時候都會打 不過是打得比較少和差 而且沒有那麼好吃 我一直在測試這個做法 的經驗就是方便 以後一些老人院 或者一些天台 一些市區的種植 和其他種植的方法不同 一來乾淨一點 二來 老人家白白不用做那麼多 總結一下現在正在做什麼 有青瓜 有番茄兩種 雀仔担過來的 有矮瓜 還給我朋友 我爸爸退休 我覺得 老人家做些圓繫活動好的 否則經常屈在 屈到病 其實我覺得這麼多的治療裡面 不是最有用 最穩陣是圓繫治療 其實是預防性質的 心情各樣 還有可以防止退化 又有些事情想不需要 想起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又來看了 然後有 士多比利 士多比利 有七個八個品種 接著有韭菜 有蔥 有番薯葉 有香蕉 香蕉 有焦雷 看到有很大的嘴 圈一圈看看圈不圈到 接著 有黃皮 有大樹菠蘿 有六七種薄荷 有芳香萬壽菊 甜菊 兩棵菊菊 然後 下兩個星期 一類的肥料在增加 有些優陰肥 有自己燒出來的草木灰 接著 主要的肥料方向 就是分兩個方向 農家肥 農家肥就是 一兩個世紀前 差不多全部人都是農村 沒有城市 城市沒有那麼普及 那時候就用雞屎 人屎 人屎 總之農村式做出來的肥 為之農家肥 那 就會分類 然後市區肥 市區肥是什麼 這個terms 這個詞語 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就是市區收集回來的肥料 遲些會在這裏做兩個 給朋友用 這些米是人家扔的 其實我們市區有很多浪費的肥料 我不知道是有穀藕 污染了還是怎樣 總之收集回來做肥料 我再幾乎 就是我以前用過的市區肥 譬如 豆漿廠的豆渣 麵包廠的雞蛋殼 咖啡店的咖啡渣 或者各樣餅店 那些麵包 各樣那些其實都是一些加工類的食品 都是這個方向 就是用市區做一個市區cycle 因為市區我覺得會越來越 建立得快 然後 都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後代